鳳山問題談完了 市長你就任四個月來 中間當然你出國 去中國大陸、去新馬、去美國 未來還要去日本 我不知道你說你在高雄市 每一個行政區待的時間有多久 對地方了解多少 我們現在在跟你做一個高雄學堂的小測驗 我們先看第一題 這東西都非常簡單 請問市長高雄共有幾個行政區 請市長回答 我想這個我們請這種問題啊 我不是小學生 我知道答案 但是我覺得這個模式不對 好不好 市長你不可以質疑我的模式 今天是我在質詢你 你怎麼會質疑我的模式呢 市長很簡單 你這個回答不出來嗎 我當然回答得出來 那為什麼不回答呢 我不太能理解你知道答案不回答是什麼意思 我這種模式我對不起議員 我沒有辦法接受 市長我還是要重申 高雄市議會質疑辦法 第十條市長對議員質疑不予答覆 本會應報請行政院合辦 這是法律條文的規定 所以請市長 你不要違反高雄市議會的質疑辦法 這很簡單耶 要我跟你講答案嗎 要跟你講答案嗎 那你知道答案就你說啊 這個沒有刁難你耶 這只是問你一些基本常識題耶 第一題而已你就不想回答 那你現在是藐視議會你知道嗎 市長這這麼簡單的問題 三十八七對吧 公共也得到 不是為什麼不回答呢 對啊 市長搞得我們在 對啊 我當然知道三十八七 兩百七十七萬人口 市長我還是要重申 但是你這個模式 不是市長我還是要重申 我沒有要刁難你的意思 我很尊敬你 我很尊敬你 我也很尊敬你 但是 你們用這種方式把我當小學生 市長 當成法庭 我沒有幫你當小學生 沒有當法庭 這是議會質詢 是民主的殿堂 是議員 問市長 是天津地獄的事情 你怎麼可以拒絕回答呢 好下一題 來高雄最北邊的行政區哪一區 請市長回答 我們請民政局長回答 局長 你要幫市長解圍嗎 靠台南的湖內區 錯 你說那馬下 錯 桃園區啊 喔你說維度啊 這不好 最北邊耶 不南南區 好 局長請坐 來 接下來 最南邊哪個行政區 請市長回答 議員你這個像小孩子一樣 不是不是 好不好 這是高雄的基本常識 你不可以歧視高雄人 對高雄 地理常識 有資的權利 我只是這樣 你是市長 你想不瞭解 林志宏議員 你講話喔 語帶嘲諷的太嚴重 我是高雄市長 我怎麼可能歧視高雄市 市長我希望你愛與包容 我希望你心中沒有圍牆 不要足那麼高 你請局長回答沒有關係 您的問題請民政局 曹局長回答您 大方向大原則 大步驟我一定會回答 這個是一個大方向啊 基本常識耶 局長你要是回答嗎 我們就是林園區 好 這是市長現在戶籍設計地嘛 這很簡單 下一題 高雄市人口最多行政區 請市長回答 我們一樣請民政局長回答 市長這個很簡單 我剛剛前面質詢都跟你講 為什麼你就是不願意回答 法律規範很清楚耶 就是我們要刁難你 不是簡單跟難 是模式的問題 不是 你這種方式 市長 是我身為市長無法接受的 你不可以違背議會質詢的辦法 你不可以去限定我的模式 難道我每天要跟你拍手鼓掌 歌功頌德 像共產黨一樣 在鼓勵做到那邊政經為重嗎 不需要嘛 這是民主社會 我有質詢你的權利 你有回答 你盡量質詢 你告訴我一加一等一起 我也不會回答 對 因為我知道 我會回答你 好來下一題 好這個沒關係我剛剛講過了 好下一題 市長你的態度 我希望你和緩一點 我們今天都沒有要刁難你的意思 好不好 再來高雄市人口最少的行政區哪一區 請市長回答 請民政局曹局長回答 局長我跟你講 茂林區 好下一題 高雄面積最大行政區哪一區 警察 movement 請民政局長回答 請民政局長回答 大清潔局長 公開 局長我告訴你 桃園區 928平方公里 好下一題 高雄面積最小行政區哪一區 為了方便林治宏等一下臉書剪貼使用 我每一句站起來我都會說高雄發大財 高雄發大財 市長可以請你喊三聲高雄發大財嗎 可不可以請你喊三聲高雄發大財 我幫他喊啦 高雄花大財 議長 議長 這是我的時間 如果議長講話 是不是可以讓我時間暫停一下 好不好 好 時間暫停 高雄花大財 謝謝議長 我們時間可以繼續 好 再來 請教一下市長 你現在辦公室鳳山行政中心正門 面對哪一條路 請市長回答 請那個 交通局 局長回答 局長 黃副路 好 下一題 請教市長 高雄市議會正面面對哪一條路 請交通局長回答 局長 你不用站起來 這樣我知道你很累 郭泰路 好 再來 市長 這裡你有去過 請教文化篇 請教五甲龍成功 上次你去參加阿波舞 台日宗教交流的活動 五甲龍成功 祭拜哪一尊神明 請市長回答 請民政局代表宗教課回答 局長 我們主殿是馬祖 那我們也有玉皇大帝 還有拜觀世音菩薩 都有 所以 市長 這個局長夠接地氣 平常我在跑基層的時候 他常常看他 跑各種宮廟 了解地方的需求 所以 局長 我先對你肯定 好 再來 請問哪一部電影 曾在高雄取景 有大調哥寫觀音中破篩 請市長回答 請文化局王代理局長回答 市長 你真的是 從頭到頭都不想回答我問題嗎 你這種態度 要怎麼回答問題 不是不是 議長 你這種態度 要怎麼回答問題 議長我可不可以時間暫停 我想跟議長對話一下 可以嗎 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時間暫停 好 議長 質詢 是我們議員的天職 那我非常尊重議長 現在是議會的領袖 你的議會很崇高 你比較尊重 尊重議事規則的 比較尊重做議員的領袖 議長現在是 臺灣是民主法治的社會 任何一下辦法 都有依據 這是議會 我們就職的時候 議會拿給我們的 高雄市議事有關法規匯編 你們這黨的 你跟人說什麼議事規則 議長我希望我們心中不要圍牆 我們希望愛與包容 我們希望 好好來 依照法治 你跟我在政黨協商 跟我在政黨協商 就給我錄音了 現在自己錄音 我沒有給你錄音 看音聖那黨的誰行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給你錄音 我沒有給你錄音 你們這黨的還有誠信可說嗎 議長 有什麼誠信可說 你們有什麼誠信可說 請你不要動怒 我什麼動怒 你不要動怒 我們只是本於職權 我們希望善於 市民託付公司的責任 我們要了解市民的發展 我們想知道市長 到底對這個 城市表現得 東書基幹的協商 你們就可以錄音錄音了 頭錄音錄音了 你們這黨有什麼誠信 我沒有錄音 你不要指控我 你不要指控我 我沒有指控你 看你什麼啊 我沒有我不知道什麼人啊 我沒有錄音 繼續啦 繼續 好 好來 下一題 請教一下高雄在地音樂聖典 是哪一個 請市長回答 請文化局長回答 高雄發大財 文化局長你要回答嗎 大港開場 大港的意涵 它有定義啦 大港就是高雄啊 大港開場 那個局長 文化局大體局長 是不是可以跟他講一下 你知道 我知道你知道 是不是讓觀光局長知道一下 好 局長 你請坐 我實在是有點快受不了你的那種態度這樣 充足飽滿的意識 好 再來 民設政篇 請教一下市長 就你上任至今四個月的期間高雄市的人口成長多少人 請市長回答 謝謝林鄭文議員 請民政局長回答 高雄發大財 局長 我們如果整體看是減少近三百 但是我們社會嵌入的人口是持續增加的 總體減少三百對不對 現在統計數字 好 市長 我要給你提醒 你曾經在選舉的時候一直強調十年高雄五百萬人口 如果照這樣平均攤提下來 一年應該是增加二十萬人口 那今年應該過了四個月 半年應該是十萬人口 現在呢 四個月減少三百人 所以我想提醒市長 據你 你的這個目標 五百萬人口已經越來越遠 好 我們看下一題 好 請教市長 依據法規請問在宅保母單一時段 白天最多可收拖幾名幼兒 請市長回答 請社會局業局長先回答 高雄發大財 好 謝謝議長 謝謝你議員的關心 好 我們現在在公共拖音這個中心 跟公共拖音家園 直接回答數字啊 那一比一比四 好 四個 好 答對了 這個社會局長很認真 他們在就任前 局長你請坐 他們很積極跟社會各界進行溝通 也跟議員進行溝通 議員的需求都會有很快速的回應 好 那請教一下市長 高雄市一般家庭 跟第一收家庭育兒 今天每個月補助金額分別為多少 請市長回答 請社會局業局長回答 那個 市長你少講一句話 高雄發大財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尤其對於0到2歲的這個托育的部分 那如果有加入總公共化托育政策之後 在衛福的這個部分 可以到6千 會選C 以上 啊 多少 就是那個ABC的這個C 錯 錯 局長錯 沒有 他如果完成總公共化托育政策 他可以從2千5到3千塊 2千5跟5千好不好 對 好 局長你請坐 市長你曾經有講過說 這樣托育政策的金額 你希望可以增加 也因應這個少子話 請教一下市長 你未來會不會增加這樣托育的金額 請市長回答 社會局業局長 你在回答之後 我會把我的想法跟林志宏議員報告 局長剛回答我 我只問他問題好不好 會不會增加 我再跟議員報告一下 原本是2千5 會不會增加市長的意識 他曾經說過要增加 會不會增加 是 我跟議員報告 在這個總共共化 讓很多新手爸媽 照顧家庭可以減輕壓力 會不會增加 是 在這個部分 局長你請坐 你沒有要回答一次 市長你請回答 我們高雄市政府會橫估我們的財力 我們希望每一個新生的小寶貝在高雄 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顧 政府現在的裁員非常的困難 例如每一個出生嬰兒258 還有包括這些托兒能不能補助 那現在我已經請教育局跟社會局 所有高雄出生的每一個孩子 都要立案追蹤輔導 好 謝謝 那前兩天我參加了一些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到了假日跟寒暑假 沒有長輩陪的孩子 非常的孤獨 那我們也希望像這樣的孤獨的孩子 能夠有一些志工 能夠多多關心他們 輔導他們走一條正途 讓他們不要孤獨 不要寂寞 我們能做的 對小孩子 都是第一優先 跟你這種議員報告 謝謝 謝謝市長 所以後面 社會局長 葉局長你的執行很重要 我忘了加一句 你還沒問我 高雄發大財 好 接下來市長 我問你觀光篇 請問一下佛光山 位於哪個行政區 大社大寮還是大樹 請市長回答 我們請觀光局潘局長回答 議員 像這些問題喔 我跟你說 真的一點意思都沒有 好吧 我們請觀光局長回答 你怎麼簡單的問題 你都要回答 真的一點意思都沒有 大手有大腹 大樹區 大樹有大佛 大樹有大佛 OK 回答了大樹區 再來 那個請教 局長你可以先請坐 局長你先請坐 還沒有問你 局長你先請坐 來 請問市長 請教越世界 位於哪個行政區 市長回答 請觀光局局長來回答一下 田療游冷泉 夏天適合泡冷泉 田療區 謝謝 局長 好再來 不知道在做什麼議員 像你這種問題 你這個要做議員 議長我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我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你是要做議員 我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你現在干預我 執選的時間 我可不可以暫停 你還要黏一張我做一桌沒有 不是 議長我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議長你現在是要拖我時間 議長你現在是要拖我時間 議長我不是要把他抖開 這樣 議長我不是要把他抖開 這種簡單的問題 議長我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議長我時間要暫停 可以嗎 時間暫停不暫停 暫停可以嗎 都會算你 議長我不想要在這邊 跟你一樣動怒 議長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議長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我想說你要做議員 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我想說你要做議員 議長 問我對市政比較有幫助 議長我不想要用重話 議長我時間可以暫停 請你不要拖我的時間 這是我質詢時間 這法律授予我的權利 請議長不要拖我的時間 議長不要拖我的時間 法律授予的權利 是你要 讓你怎麼拖我的時間 議長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你做議員是怎麼做的 議員是為民喉舌 幫大家事宜 你做算喉舌嗎 議長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你現在拖我的時間 議長我跟你拜託 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要暫停什麼 議長這是我的時間 我質詢市長 是不是市府團隊 想要瞭解所有的東西 議長平均你來看看 議長 議長 這民主社會 我們有發言的權利 這民主社會議長可不可以時間暫停 議長可不可以時間暫停 你再剛你的時間剛一個一分鐘了 憲政幾種 你知道嗎 議長時間可不可以暫停 現在是我質詢市府團隊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暫停 你不要這樣拖我的時間可不可以 如果你的時間 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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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職責 是維持議事順暢 不是干預議事進行 這是法定的職責 請你怎麼要順暫 議長 我待會兒質詢合理時間 議長時間要暫停 議長 議員請你這次要順暫 議員要順暫 議員要順暫 你繼續說 我時間要暫停 我要求再多給我一分鐘 剛剛是我一分鐘的時尋時間 但是議長我們對話之間贏了一分鐘 所以我要給你結束 我決定就好 議長我這樣求的力是大 可是權力不可以濫用 議長我給你拜託 時間讓我暫停已經拖了一分半鐘了 時間讓我暫停可以嗎 你不要問你就緊問 要不然你就繼續說 議長我希望我要求增加一分半鐘 剛剛是 我們那邊的老前輩了 閃閃問題 那七台的議員 議長 議長這我們的時間款你不要再說 議長已經兩分鐘了 拖了我兩分鐘 我希望兩分鐘的時間 議長 你給我什麼 這有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要事業知道 事業知道 議長 議長 我需要增加兩分鐘 我為什麼要增加兩分鐘 議長我需要增加兩分鐘 這是我質詢時間 現在是剛剛的質詢時間 議長 議長 你又堅定問題 不要這樣交太多 每個問題都是真的問題 還有選擇耶 很簡單的答案耶 你交太多人 你交太多人 這又更難的事情 市民都知道 我先不說其他 你繼續說沒關係 時間要不夠 議長 議長我希望增加兩分半鐘 你繼續說沒關係 議長 我們看接下來 請教一下 下一題 衛武營位在哪一區 請市長回答 請民政局 曹局長回答 局長 鳳山區 好 再來 我們看 議長 這是我的時間 你的時間 我不想要說重話 我怎麼要說重話 說清話 接下來 市長 我給你請教 這是您的 施政的方向 請教一下六歸進行溫泉之旅 是屬於一新三線哪一個部分 我們請觀光局 我們請觀光局 潘局長答覆林志宏議員 局長 好 謝謝 請坐下 好我們直接 跳到警政篇 市長 請教一下 請教一下 以下三項 以下三項 是警察受理民眾 親自盜索 報案作業程序 這樣的程序 請你排列 有A 製作筆錄 B 開具報案三零單 C 填寫案件紀錄表 請市長 民眾 他們有資的權利 請市長回答 我們請警察局 理事長答覆林志宏議員 的詢問 感謝議員 我們到的時候 先填寫案件紀錄表 然後再問筆錄 最後填寫案件單 所以是C A B 好 局長請請坐 市長 我去跟警察局調資料 我們赫蘭發現說 警察局的破案率 高達百分之三千 百分之三千 各個所呢 他們有些接案 破案可能是四 五十 六十趴比例的不同 偵察隊呢 可以到百分之三千以上 我們看下一頁 有一些甚至接案是零 沒有發生數 卻有破案數 當然 我們警方的同仁 他們朋友 都不斷的解釋說 這可能是跨區偵辦 或在轄區內 找到犯罪者 沒有受理報案 就偵辦 這個合理 我理解 但是呢 本席在就任四個月來 我們就 接到三個案例 第一個呢 家裡私切 帶著監視器 去派出所報案 因為這樣數據需要美化 所以說基層的員警呢 他們很擔心說 結案之後 無法破案 所以說 用盡各種的技巧 讓民眾不能登記 讓民眾不能報案 我也接到 一個外籍人士 他在店裡面 被打了 他去報案 一樣不受理 當然 還有上禮拜 我們在準備質詢的內容 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們先不講哪個所 因為我沒有要打擊任何人的意思 我想要從制度面 討論這件事情 有遺失財務要去報案 但是 卻不受理報案 因為依照說 這個不是刑事案件 可是同個時間 有人撿到錢 去派出所交錢 這之間連結 很多法律的層次 需要去釋疑 可是 因為要美化這個數字 所以說 不受理報案 我想 跟市長就教 這樣的數字很漂亮 破案率高達百分之三千 可是為什麼 在民間 在市民生活當中 他們遇到困難了 要去報案 不能報案 還要拜託議員服務處 去跟警方講說 請他受理報案 我想這不是一個健康的 報案的程序案文化 是不是 因為要美化數據 所以說 可能 大家 在計算數字的時候 必須要 有公獎也好 或有什麼樣的獎勵也好 因此 大家造成一種這樣的現象 不想要受理報案 是不是可以請市長回答 非常感謝林志宏議員 你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民眾 對治安的感覺 對警察的印象 如果 我們警察局 所有辦案 有灌水 有吃案 有默示 甚至 在不可能的數字下 所呈現的 完全沒有任何人相信的時候 我想 這個高雄市的警察局 所呈現出來是不及格的 那我在這裡 要求我們警察局局長 從一定所有報案的數字 一定要扎扎實實 絕對不可以有灌水虛偽捏甲 否則 一律言處 第二 民眾沒有大案跟小案 殺人是大案 一是財務小案 沒有 所有的案子 都是重要的案子 也請警察局通令 我們會要求 所有的案子 絕對不可以默示不理 我們事實上感覺到 很多民眾對警察 有的時候 他會有一點小抱怨 就是說 我這個案子很小 好像你警察不太重視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現在的社會不應該這樣子 好 所以議員你所講的 這個我們警察局回去 我一定會責成 我們立刻開始做 也通令 我們全市 所有的警察同仁 大家能夠正視 治安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所以市長 好 我知道你的態度 市長的態度 一定決定治安執行的強度 所以 因為有這樣的社會現象 我希望就是 整個市府團隊 小螺絲一定要酸緊 市政必須更嚴謹 好 我們看接下來 接下來是至今區議題 我相信市長 在上個禮拜 經過大家的巡打之後 很非常熟悉議題 那我們看一下這新聞報導 這新聞說 高雄是負債近3300億 剛剛市長特別強調財務的問題 那你說呢 至今區 是高雄脫胎換股最好的機會 我想要請教市長一下 依照現在 國民黨的這個至今區的版本 哪一條稅收可以解決高雄負債問題 請市長回答 我想針對這個 自由經濟貿易區最近 大家討論的非常的多 那我們的縮帖 也送到了議會 我有看過 那我也認為 至今區如果願意 政府真的願意事辦 現在立法委員27個立委 並沒有提出哪一個區 我們拜託 給我們高雄這個機會 好 那整個內容 我們縮帖已經出來了 如果林志宏議員同意 我有收到了 我看過了 林志宏議員同意的話 我請我們經濟發展局局長 簡短惡要跟你說明 我覺得我們不能把角色扮演錯誤 您不是立法院 我這裡不是行政院 那這些整個 市長為什麼要執行你這個議題 是因為你一直大聲幾乎說 假設至今區有過 現在優先在高雄 那你也說至今區是高雄脫胎換股的好機會 這都是你講的話 所以我想要具體問你就是說 到底現在國民黨自今區版本裡面 哪一條稅收可以解決高雄目前負債問題 可以讓高雄脫胎換股 這個是縮帖沒有寫的 我想要跟你請教 這可能是你沒有思考到的事情 志偉議員我跟你報告 我們絕對不要把自己角色扮演錯誤 市長 如果你沒有大聲疾呼的話 我應該不會問你這個問題 但是你一直大聲疾呼 站在議員的職責 站在市長的職責 我們本來就有對話的機會 本來就有質取你的權利 這是我們的職責 這是你的職責 所以我想具體請教你 哪一條稅可以 這位我想請請發展局局長 很快速要跟你簡短報告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想我們這個自今區的推動 只要在自由化跟國際化 我們希望帶來更多的人 這些小位的稅 會最後進入到統籌分配館 加入高雄市的收入 但是更重要的是 因為就業人口的增加 帶動我們的消費 好 局長 你剛剛講到一個關鍵 叫做會進入統籌分配款 我念法條給你聽 依照國民黨資金區的版本 第38條 經許可第一類 指定事業 自外國輸入特需 公營運的貨物 自動機器設備等等 免徵關稅 貨物稅 營業稅 沒有財源 沒有任何一個稅 沒有稅收 可以增加高雄市府的收入 也不會進到統籌分配款 請教哪一條 可以 成為解決高雄負債的稅收 所以剛剛跟議員報告 我剛剛已經特別強調 帶來的就業人口 跟周邊的經濟的發展 會帶動整個高雄的發展 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 進入總統籌分配款 沒有回答這個 我也預料到你們會這樣回答 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所以說 這三個稅收都是零 因為自由經濟的概念是 減免稅務 免稅的概念 所以不會有稅收 解決高雄負債問題 所以市長 市長你請坐 這是一個觀念 這是一個法制 沒有稅收 怎麼解決高雄財務 請市長回答 您這種議員 我覺得你都從很偏俠的點來看 市長我覺得你沒有考慮得很宏觀 來看到問題 我可以回答嗎 可以啊 我們 您剛才上上上上提告訴我說 我當了四個月的市長 怎麼樣把高雄人變成五百萬 我是市長 我不是魔術師耶 我怎麼可能當了四個月市長 剛剛人變五百萬 那是魔術師的工作 但是自由經濟貿易區 真的帶來大量就業機會 因為大量就業的機會 我們所有房地產的稅收 個人所得的稅收通通提高 政府自然而然 會得到更多更多的稅收 這是很自然的 我們一定要萬商雲集在高雄嘛 市長 我們希望全世界的商人 要來高雄嘛 推廣資金會好 現在上來就找這一點 稅收沒有增加 沒有辦法解決高雄負債 市長 你為什麼不換另外一點來思考 市長 你沒有直接回答問題 因為這些話是你說的 因為高雄負債三千多億 市長 我們有大量創造 大家都來這裡上班 來這裡創業 而且高雄經濟越來越繁榮 然後所有的稅收各方面增大 市長 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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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都搬錢來了 你為什麼會情有獨鍾 充滿風險 充滿各種農場洗錢啊 醫療資源啊 洗產地啊 中美貿易戰之下 經濟制裁的風險 情有獨鍾這樣 可是近在眼前的高科技產業投資 就在高雄即將發生 預計五年的時間 只要市府積極一點 把這事情解決 大家就願意來投資了 因為現在美國你知道吧 已經兩千億的 客觀稅 接下來要運作三千多億的客稅的問題 紛紛世界大廠想說 這個情況怎麼辦 要撤出 這不是高雄最好的機會嗎 這不是高雄最好的機會嗎 請教市長 好我們看下一題 你不是要回答嗎 我看下一題 我還沒有回答 現在又不讓我回答 總議員我很誠懇想回答 不是市長我還沒有問你問題 我剛剛只是表達我的看法 好市長 來下一題請教一下 依照國民黨資金版本 拿一條稅收可以直接 讓市庫有收入來源 請市長回答 請財政局理局長回答 資金區的部分當然免關稅免營業稅跟免貨物稅 可是他會有很多間接效益 包括我們地方稅的部分 所以你想回答答案是說營業稅貨物稅除掉 營業稅但是他可以延伸其他的部分 因為廠商來以後會帶動其他關聯財貨物 都來進來投資 局長局長局長你很專業你是學者我知道了 直接回答哪一條稅收 土地稅 土地稅是可以直接地方的稅收 所以接下來資金區請教市長 你是不是直接賣高雄市的土地來增加稅收 市長請回答 陳盟林志宏議員的關切 我覺得橋頭科學園區我們非常的重視 但是開餐廳不怕肚子大 對於高雄市來講除了橋頭科學園區 我們當然希望爭取自由經濟貿易區 這是不衝突的 我們不會把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 眼睛只有看著這個國學區那個 不是越多越好 只要能夠繁榮我們高雄的經濟 說提到說各界對於風險上面的 怎麼因應 這是高雄市政府未來也要面對的責任 接下來 市長所以我要跟你最後做一個小結論 資金區依照你現在很期待資金區 它是沒有辦法直接償還高雄的債務 這是我對資金區下的一個這樣的結論 好再來 我們請高敏寧議員 接點時間 一起來做這個巡打 謝謝我們志宏議員 那也謝謝我們市長跟我們議長 所有的市政團隊 那我想我簡單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呢上個禮拜在我的總質詢跟這個康玉成 議員的質詢當中我們很明確的指出我們的觀光局主秘呢 高美男女士至今還有包括我們韓市長至今還是沒有對外說明在上任以後完全 在上任以後還是一樣在跟黃光琴女士喬板碎的事情是不是已經逾越了這個行政的份跡跟倫理 那這個高主秘在上任以後 那這個高主秘在上任以後根據黃光琴的說法還是一樣 也沒有到場來說明 那據我的了解 好像主秘今天身體不是請假了 那我在這邊也祝他早日康復 但是 最重要的 到底在上任以後 有沒有 繼續喬板碎 逾越了行政倫理的份跡 在喬私事喬自己的 個人的利益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要對外界說明的 那最後我也特別要 贊取 就是說我們市政團隊現在 幫市長準備這個平板 不用再递小鈔了 但是我希望市長 你能好好面對議員的執行 我們認為 您是有能力 可以做好答詢的 看看潘孟安 看看鄭文燦 你沒有輸他們 只是你有沒有這個心 你有沒有這個態度 要專心在高雄市政上 如果你的高雄市政做得好 兩分鐘 好 市長 您任用這個家人的 自有 高祖祕來任職 這個部分沒有違法 你任用這樣 他的兒子 趙祕書來任職也沒有違法 但是呢 你卻創下一個全國首例 第一次用機要任用的方式 讓家人一起進到市府團隊 我看到你對媒體講說 這個趙祕書 他很年輕很優秀 畢業於國外的大學 他很想要來高雄付出 我覺得高雄 敞開雙手 歡迎任何優秀年輕人來高雄 奉獻來付出 對於專業的人士 任職主祕 協助市政府 我也覺得很支持很認同 問題是爭議點在於剛剛高敏議員講的 他在任職期間 小板穗的爭議到現在還是沒有說清楚 再來一個社會的觀感問題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母子可以同時用機要任用 進到市府的團隊裡面 如果說市府團隊裡面可能有一些 夫妻父子 他經過公務人員考試進去 那沒有關係 或者是考試進去之後 認識結尾連理 那也沒有關係 那是考試進去 但是機要任用 這是社會觀感的問題 所以我要請市長 你一直強調他們沒有特權 跟著你不會吃祥和啦 如果特權你會直接開除他 我們對於這樣的年輕人 這樣的專業人士 我們都相信 他們不會展現特權 問題是 特權在你的身上 你用特權讓母子同時機要任用進來高雄市政府 我們 議會監督高雄市政府所有人 當時議長 跟市長都同意說 任何的基層公務人員 只要有需要 都應該到議會來備詢 這部分的態度 我們抱以肯定 可是今天當然他因為 高主命因為身體不適情病假 我們就希望他早日康復 但是我想提醒市長的是 社會觀感 這都沒有違法啊 可是社會觀感 會有自由公務人員 來 市長要說明 謝謝高敏林議員跟林志宏議員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剛才高敏林議員說上禮拜 觀光局高主民有沒有協調 有沒有討論 什麼板碎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了 上個禮拜 已經把觀光局高主民調到議會來 但是 康議員跟高議員 你們完全不提任何一個問題 現在呢 不停的發言 把他導入 好像公跟私不分 上個禮拜來 為什麼不直接問他呢 讓他在那邊哭作的 我覺得這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不問他本人 他也準備好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趙紫苑是去年九月大學畢業 而且大學本科是學政治科學 來到我們高雄市 來幫我打選戰 去年九月 打完之後 我請他幫忙 他學政治科學 每天早上八點 大概上要做到晚上十點 一天大概上班 時間長達 十三四個小時 而且我們任務的資格 只有五支等 一個月薪水 四萬塊錢 林志宏議員 你以前進到高雄市政府是幾支等 你自己想想看 還有幾位議員 我們就不要點破了 我們沒有任何特權 我們沒有任何特權 各位幾位議員 邱議員 你們自己思考 我不想講 這樣子一個年輕人 給他一個機會 充滿了熱情 充滿了理想 他做他的工作 他的母親觀光局勢 負責聯合報整個旅遊主編 他媽媽做他媽媽工作 趙紫苑納自己的稅 高祖密納自己的稅 如果有任何特權 來這裡吃香喝辣 想要享受特權 對不起 我立刻開除 第二 我用的人 如果有貪污 這種狀態發生 對不起 我立刻移送法辦 議會議員要相信我 用人是我的權利 我用人 一定會把操守熱情專業 放在前面 包括我本人 如果你們動不動用 有色的眼光 造成這些人心理壓力 他不幹了 離職了 請問議員 你會快樂嗎 我覺得你不像是這樣子一個 不像這樣子一個 不健康的心態的人 我感覺你是很陽光的 你好好監督 有沒有特權 有沒有偷懶 有沒有貪腐 有沒有夾著 好像市長式的光環在外面 胡作非為 我既然韓國瑜當市長 我用人 請議會尊重我用人的權利 而且我們 所有的人 一定要愛惜羽毛 珍惜機會 為高雄市全力來打拚 各位議員 我想我們的團隊說到做到 謝謝 謝謝 那個市長 過人境界不一樣 如果我 你看趙紫苑還有小弟 他如果學歷 平衡 僑修 靈略都很好 你還可以再贏 用人 就人材 他怎麼就你全管付籍 對不對 一簡單 成敗都立 這比較有什麼 比較有什麼人說的 謝謝